十三樂團熱情的在台上演出 並唱出一首首的熱門歌曲 不僅為台灣搖滾音樂主題展揭開序幕 同時精彩的表演 也讓民眾更認識台灣的搖滾樂團發展歷史 藉此讓民眾體驗台灣流行音樂的熱情與活力 其實是把樂團介紹給大眾 一般的市民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窗口 或是一個入口 因為其實台灣的樂團非常的多元 曲風也非常的 就是很多樣化 但是如果大家沒有一個這樣子的介紹的話 可能不知道整個台灣樂團發展的脈絡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 讓大家可以進入這樣子 台灣多元的音樂世界的一個窗口 我蠻喜歡的 台灣是華語流行音樂發展的核心基地 文化部與桃園市政府透過規劃六大展區 與舞場獎場會活動 除了有展出歌手詩人的收藏 同時還會邀請多位的知名音樂人以講唱模式 分享對台灣音樂發展的簡介 追溯整個台灣搖滾音樂發展的歷史 特別是在90年代以後 從地下樂團轉型成為獨立樂團 到成為樂團的時代 到現在網路時代 我們的搖滾音樂已經有很多樣的發展 這是台灣音樂的一個重要的潮流 也是我們的生命力 我們希望這次展覽可以看見搖滾 聽見音樂也體會到台灣 這次的展覽除了展覽之外 還有很多的大事講座 我想也可以藉由這次讓大家可以認識 台灣多樣的音樂 台灣搖滾音樂主題展於桃園展演中心省達登場 並從即日起展出至12月27號 而民眾來到展覽會場 不僅可以認識華語音樂的發展 同時還有科技與音樂的互動展區 歡迎民眾把握時間前往觀賞體驗 記者王中軍團報導 在這裡留下一個很大的 獎得更多 現在是下 jou了 你看